我們那時候很擔心醫療系統承載不到,好像英國 醫護界罷工正式開始 2月初,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罷工,要求政府封關 我們一開始以為壓力相對會大,但似乎還未夠 我們不會延長罷工 一連五日的罷工,最終投票決定不繼續 那時候結束是有心有不甘 也有些同事說,投票那時候法理上是否仍然是合法的罷工 有這些憂慮,可能他們沒有投票 事情推進得比較快,及重式流通上需要去改進 時隔四個月,回想回頭 選多次都無可奈何是這個方式,因為政府不會回應其他方式 判斷一件事有沒有什麼效果 很難可以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去評論 令到固有想法上的改變,包括醫護人員是不可以罷工的 這種模式,究竟之後在不同的抗爭中有什麼意義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沒有參與罷工 事後發信給醫管局,要求不要對罷工的員工秋後算帳 支持這個罷工裏面的訴求的醫生是不少的 但是支持這個罷工行動可以為是大多數 難以用我們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名義去參與 我們也是全面支持我們有參與的同事 他和他分別是醫生和護士工會 都是在疫情高峰期加入Dirty Team 他們說走在前線最明白大家需要,向管理層爭取 有不同的同事反映不同的意見,我們又要去處理 自己休息或者娛樂的時間是真的少了 做的事相對是有點意義的,我也覺得OK的 二月初的時候,裝備的消耗很快 當時都很擔心會不會像上次沙士那樣 大家要重用口罩呢 跟管理層的溝通好像跳舞一樣 有時前有時後 遇到一些事,譬如同事的利益也要寸步不讓 不是每一次的爭取都能夠成功 所以是要無限的耐性 疫情緩和,暫時離開Dirty Team 但是都預了要再作戰 心情是很天面不安 每一刻都是有些患得患失 很想這個穩定的情況快點來臨 因為始終自己是一個內科醫生 是很擔心停擺了的內科服務 我們可不可以能夠追回 場仗還未完 他說要靠全港市民一起應戰 感動的地方就是香港市民 他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政府的政策有些搖擺不定 大家認清了,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是重要的時候 令到我們在香港的疫情 不像歐美國家那樣去到一法不可收拾 雖然疫情穩定些 但是羅卓堯和馬仲儀都呼籲大家不要鬆懈 要繼續戴口罩和避免外遊 有線電視記者,道明國必高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 有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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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開來 有線新聞